这只金毛什么都吃 哪怕是在路上看见不认识的人 只要对方拿着食物就逃不过狗嘴 将近一厘五的身长和94斤的体重 让它可以轻轻松松掀翻一个成年女性 不过好在狗狗虽然力量强大 但心眼子全都用在了池上 它瞄准阿姨咬过的面包虚晃一招 实则看好了袋子里还没开封的另外那个 而一旦被金毛得逞 就绝对没有要回来的可能 因为狗嘴夺食的速度 远远追不上它吞进肚子的速度 这只大产狗今年四岁 除掉贪吃外没有任何性格问题 可光是这一点就已经筹坏了主人 因为金毛从来只管吃不管拉 毫不在意吞进去的东西能不能被消化 女主人印象非常清楚 她第一次发现狗狗乱吃东西是四个月大 因为对方排泄时拉出了一段绳子 那之后情况越来越糟 卫生纸 塑料袋 甚至家里丢失的臭袜子 都有可能出现在狗狗的呕吐物或者排泄物里 至于人类的饭菜更是对金毛诱惑力超群 只要家人稍不注意 盘里的食物就会表演原地消失 因为知道金毛是个惯犯 所以女主人平常也会格外关注 尽量不给这家伙留可乘之机 但问题是家里现在有个刚满月的宝宝 哭闹起来根本不分时候 大人们忙着哄孩子 金毛就在旁边偷嘴 要不是体积太大打翻了碗 这一桌子菜怕是全都要进狗肚子里 更让一家人头疼的是 金毛因为贪吃挨过无数次做 却从来都是只计吃不计打 逮住机会就上桌头嘴 嬉皮笑脸犯错然后下次还敢 有时候逼急了也会小小反抗一下 可惜后果却是挨更多的骂 养了金毛四年时间 一家人自认从没在吃饭上亏待过它 可狗狗就是对食物异常痴迷 而且好吃不好吃的照单全收 甚至每天出门散步时 看见垃圾堆都激动得走不动到 连马路中间别人丢的手指 也能吞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 打了无数次也骂了无数次 金毛却无论如何都不长记性 几乎每天散步都是走走停停 然后主人就得赶紧跟上扒开狗嘴 看看他是不是又乱吃东西了 而除此之外更让一家人害怕的 是金毛不光从地上捡吃的 还会像个劫匪一样抢夺路人的食物 他只要看见别人手里拿着东西 就会驻足观察能不能吃 一旦锁定目标立刻发动袭击 拖得主人根本拽不住绳子 这时能不能保住食物 全看受害人的反应速度 而十次里面总会成功一到两次 因为金毛的坏毛病 现在每次出门都得至少两个人陪同互送 才能勉强一个抓住狗 一个帮忙把东西抠出来 再不就是一个人负责控制 另外一个人专职道歉 所以这次给节目组写申请 女主人就是想找个专业人士问问 金毛到底为什么如此贪吃 甚至连街边的垃圾都不放过 隔天一早 江训犬师就赶来了求助人家 而金毛也确实和主人说的一样 单看外表跟对待陌生人的态度 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这样面对面见过后 他感觉女主人家这只金毛 比一般同品种的小狗要大上许多 所以即便整天都在吃吃吃 身材也保持很好并不算胖 他在玄关站了大概两三分钟 一直等金毛确认过味道主动离开 才进到房间里直接切入正体 Retriever��는 뜻이 어떤 말인 줄 아세요? Retriever라고 해서 물건을 회수하다라는 뜻이 있어요 무언가를 가지고 오는 역할을 아주 오래전부터 했던 아이들이에요 Retriever라고 뒤에 이름이 붙여져 있는 개들은 거의 대부분 입에 무언가를 물고 다니는 걸 좋아하고요 또 입에 넣는 걸 되게 좋아해요 不过话虽这么说 但金毛现在的贪吃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性格本身带来的影响 更大概率是从小就喜欢捡东西 但主人的处理方法 让他产生了错误认知 包括先前节目组跟拍的时候 只要小狗捡了东西 主人会立刻扑上去争抢 可他们越是表现出在意 金毛就越喜欢通过这种方法博得关注 所以接下来训犬是要交给主人的 就是保持冷静控制好情绪 学会让狗狗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 他首先往地面丢了一小块零食 金毛本想去捡却立刻被拦下 于是训犬师紧跟着拿出第二块零食 同时发出嘟嘟的声音引起注意 并且把食物捏在手里奖励给了小狗 这个举动就是在告诉对方 无论地面有什么只要你不去吃 就能从主人那里得到额外的补偿 甚至可能比掉落在地的东西更加美味 而仅仅尝试过第一次 第二回金毛就不动了 接着他给小狗拌好绳子牵到外面 而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狗狗并不会暴冲性格也很好 当训犬师发出嘟嘟的声音 金毛立刻扭头看了过来 于是按照流程他给了临时奖励 这样一整套训练就完成了闭环 随后一行人沿着小路慢慢溜达 这次金毛没再像之前那样翻垃圾堆了 但中途路过一家商店 训犬师想起了他对黑色带子的执着 所以就把牵引绳还给主人 自己拎着面包站到小狗跟前 值得庆幸的是狗狗理智尚存 并没有扑上去抢夺食物 但当训犬师拎着袋子 故意在小狗眼前晃了又晃的时候 他还是没忍住浅尝了一口 不过这回就算金毛咬了 在场也没有任何人高举双手大喊大叫 旁边的主人也没有大幅度动作 所以小狗还是老老实实坐着 这就说明他对某件事的兴奋度 完全是跟随主人而产生变化 只要主人保持镇定不在意 那狗狗也不会抢来抢去当成做游戏 接着训犬师故意后退 从远处甩着塑料袋蹦了过来 可金毛依旧表现超好 虽然瞄着他偷看了好几眼 但还是乖乖坐在原地 主人一给信号立马转移注意 这样连续走了好几趟都没什么问题 一行人就继续出发 沿街向前 不过这回牵绳的就已经换成了主人 没走出去几十米 他就给了信号 只要金毛将注意力集中回自己身上 就按训犬师教过的那样给临时奖励 而这次大家从出门到回家 走了足足四十分钟都无事发生 看起来金毛已经彻底放弃了不好吃的垃圾 解决完在外面乱吃东西的问题 回到家里就更好控制了 训犬师告诉几位主人 不要寄希望与狗狗自己有多强的自制力 因为食物的香气对他们来说是致命诱惑 所以要想避免金毛偷吃桌上的东西 最好的方法是给他制定一个规则 让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去偷吃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补偿 他还是跟刚才一样 首先往桌角放了些零食 这次金毛闻了又闻却忍耐住了 于是训犬师拿出一颗扔到地面 紧跟着第二次小狗就不闻了 而是退到更远一些的地方做好等待 通过这种补偿式训练 金毛会知道家里的东西不用争强 只要听话自然能得到奖励 而做过一遍示范之后 训犬师让三位主人轮换尝试一下 起初的男女主人都没什么问题 只要他们不动狗就不会行动 但等妈妈上场后却不一样了 如果说先前在训犬师和男主人面前 金毛距离桌子至少20厘米开外 那现在他几乎是贴到了桌角上 感觉一抬头就能偷吃到食物 看到这个情况 训犬师让妈妈侧过来 用身体将小狗赶走 接着换乘坐姿继续训练 过程中只要狗狗向前探鼻子 就立马挡住零食并重复上述动作 不过妈妈可能是太紧张 完全没注意金毛偷偷溜到自己身后 从另外一侧保了个口服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 但训犬师并没有着急 而是继续耐心指导 这回他更加细致 再看到金毛试图钻空子时 直接叫停 让妈妈站在原地别动 接着先后退再向前 完美阻挡了两次金毛的动作 随后重新坐下观察小狗的反应 神奇的是这次狗狗没再贸然靠近 反倒隔着段距离趴了下去 这时就需要主人拿出零食奖励小狗 让他意识到下次想得到好吃的 就得按照刚才那样做 他又要你的食物 但你又没两次吃了 如果食物也要提强 我们一起吃的 也是我们吃的 叫做什么各样 这样打算 那么有一半 这半 就一些 我觉得那一半 5 kort那些小狗的 6% Ki move а这三个人的手机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记得之前有很多小伙伴在评论区问过 狗狗在马路上捡东西吃该怎么办 正巧那天看到这期内容就赶紧做了 我感觉江讯交的还是很明白很透彻的 基本原则就是 如果不想让小狗做某件事 就要清楚传达自己的指令 然后给予补偿和奖励 而且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无论狗咬人 暴冲还是抢夺东西 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情绪 想让狗狗保持稳定 主人自己得情绪稳定才行 否则人慌了狗只会更慌 并且有些本性调皮顽劣的小狗 还有可能以此为乐养成坏习惯 最后也故意争抢 故意吓唬主人 间接导致问题越来越多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